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最佳样本数 这是台大经济的考题 我们看看题目的内容 假设说他们对于估计μ1-μ2是有兴趣的 然后呢 X1是指的是一个母体 它的话呢 服从normal的分配 它的变异数是50 这个X2是变异数是100 那么假设又是说X1跟X2是independent 相互独立的 那么我们的话来说 可以提供什么呢 total100个这个观察值 因为有的时候观察值 我们不能够太多 理由是因为可能是成本的关系 比如说像是在临床试验上来说 他们的这个样本数 这个病人的数目 它其实是不好找的 有的还需要花很大的一些费用 那么现在我们说了 总共只有一百个 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在这个X1跟X2上面呢 我们怎么样在动用在这个100个里面 怎么安排在X1跟X2里面 那么它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的是信赖区间其实是越小越好 因为我们在估计这个M1跟M2的时候 我们先把信赖区间先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信赖区间呢 如果说它越大 其实就是代表的是我们越不肯定 那么我们把信赖区间列给各位同学看 这是加减Z二分之α 这是定值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 一个是减一个是加 重点在于它这个大 如果说这个地方来说 信赖区间这个是整体来说很小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的说信赖区间 这样的估计是非常优良的 我们的希望是什么 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先列出来 我们希望是N1 这是多少呢 N1分之 这边的Sigma1是几 50 这边是Sigma2是100 我希望这个 最小话 那么有没有限制条件呢 有 N1加N2 他告诉我们说 你只能给100个 我只能提供100个 这是限制条件 这是我们的函数 这是限制条件 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让我们想到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法 叫做Lagrange Multiplyer 那么是怎么做的呢 变数在这边 X1 X2 我们用N1 N2来做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 F N1 N2 我们先把它写成 这是我们的函数 我们的目标函数在这边 再加上 这个Multiplyer 就是Landa Landa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移向过去 N1加上N2 减100 这个函数 我们要如何去计算呢 首先 对它 偏尾 N1来偏尾 对N1来偏尾的话 这边就是 这是负一次方 所以是负 50 然后这边是 N1的平方 怎么叫平方 因为原来是负一次方 就会变成 一为分就变负二了 这边没有了 这偏尾没有了 这N1还有没有 有 这边是加上 Landa 我们要求它等于0 再过来第二步 Partial N2 N2一样的 这边是负100 这边是N2的平方 这边也是加上Landa 这边的话N2 我一分了以后没有了 等于0 最后一个 对于Landa来为分 这边都没有了 那其实就是什么 N1加N2 减100 等于0 这个狮子 假设是第一个狮子 这是第二个狮子 这是第三个狮子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怎么做 先把Landa先消掉 消掉 直接消掉 来个1减2吧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我们发现 N1的平方 分之一 会等于 所以我们两边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N2的平方 等于 2N1的平方 那么 N2就是多少 根号2 乘上N1 这个地方 根号2大概是1.414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 代入3 代入这个 N2等于根号2 N1 所以是 我们先把N1算出来 1加上根号2 N1 等于多少 100 等于100了 所以N1可以算一下 N1是 1.414 那就是2.414 大概是多少 大约是 41 我们取41 那么如果N1是41 那N2就是多少 N2就是59 这两个加起来是100 那么 我们用这个 Lagrange Multiplier的一个 就是叫做多变数的一个 有限制条件的 极大值 跟极小值的求法 用这个技巧 我们可以算出 适当的一个 样本数